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海外活动刚结束,就传出与经纪人恋情,狗子再次发声。 前一段时间肖战的粉丝都觉得有些遗憾, 因为肖战过去一年一直在剧组拍戏,大家几乎很少看到他参加活动, 而最近的两次大型活动尖叫之夜和星光大赏,肖战方都已经宣布不会参加。 让大家比较惊喜的是,虽然在这两场大型活动中没有看到肖战, 但肖战竟然空降到海外的品牌方活动了, 在活动之前肖战方面没有提前预热,主要也是不希望现场太拥挤, 但即使是空降的消息,机场还是簇拥了很多人。 这次海外活动再次验证了肖战的人气和热度, 他凭借超高的颜值和儒雅的言行举止圈粉无数,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的海外活动热度太高, 肖战竟然刚回国就被造谣, 还被传出与经纪人有恋情绯闻。 肖战自从走红之后, 黑粉就一直在努力地想要给他制造恋情绯闻, 但每一次谣言都会不攻自破, 因为自始至终都没有拍到过一次实锤, 每一次都是口说无凭。 这一次与经纪人的恋情绯闻也算是无图无真相了, 粉丝们自然是觉得非常荒诞的, 但对于这类恋情绯闻还是要第一时间辟谣, 不然或多或少还是会对艺人的形象造成影响。 这两年大家也渐渐发现, 每次肖战被曝光恋情绯闻之后, 都不需要他的团队或者是粉丝站出来澄清, 狗子就会第一时间为他辟谣。 之前就曾有狗子跟拍肖战, 但跟他一下午之后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他发现肖战除了工作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生活, 甚至还会利用私下的时间学习表演相关的专业知识。 之前肖战频繁被造谣的时候, 狗子也曾多次站出来为他辟谣, 称他目前并没有谈恋爱, 一心之想搞事业, 喜欢肖战的朋友都能发现, 他真的有很强的事业心, 而且从他的忙碌情况也能够看出, 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粉丝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肖战谈恋爱, 肖战出道和走红都比较晚, 如今他已经过了30岁, 即使恋爱情被曝光, 大家也是能够接受的, 但大家更希望的是他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且对自己有帮助的人。 这两年肖战的口碑越来越稳定了, 狗子渐渐已经找不到攻破的地方, 肖战各方面的发展都很稳定, 而且业务能力也越来越强, 被大家称为是多边形战士, 在这种情况下, 狗子还想继续制造谣言去黑肖战, 确实是很难的。 粉丝们一路陪伴肖战走到现在, 也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 自然不会轻易因为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 影响他们对肖战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肖战对自己的发展有着比较稳定的节奏, 这一次出国参加活动之际, 还与老朋友林俊杰见面, 肖战现在的状态也是粉丝们比较喜欢的样子, 有自己的工作, 也有自己的生活。 无论外界的声音纷纷扰扰, 肖战已经能够坚守自己的初心, 粉丝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 这大概就是粉丝和偶像之间最好的互动和支持。 肖战, 影视人物占比超百分之八十, 无敌是多么寂寞。 这是何等的孤独? 对于肖战而言, 这并没有什么反而在。 虽然没有榜单, 也没有投票, 但根据大数据统计, 肖战的名字占据了八成以上, 这还了得。 这可不是以一抵百, 而是以一抵百,百家无反抗之力。 肖战的那点钱, 就是人家的一切。 肖战是最近五年来, 内娱只有他一个没有出现过的流量, 他是站在娱乐圈巅峰的存在, 这是所有人都认可的肖战。 不管是什么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 一个大热的电视剧, 出现这样的人, 一点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 这议庭就是五年。 在微博上投票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信心满满, 摩拳擦掌, 认为这是他们和肖战一较高下的好时机。 毕竟, 这一届肖战可是有三个提名的。 不管有多少人, 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这种投票分配的时候, 很难让人停下来, 更不要说三部戏都能拿到好成绩了。 甚至还有人调侃到, 拿不到三强, 就不要吹牛。 肖战的三部作品和三个人物, 在短短数日内, 便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榜单的前三名, 而且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 这个得分最高的人常常被剔除。 这一次, 无论如何都摘不下来了。 有人说, 那些嘲笑肖战家族的人, 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没有做到的。 这种极度的心态, 让他们不遗余力地诋毁肖战的所有东西, 和他一起工作的导演, 他拿到的资源, 他那无与伦比的数据, 他那无穷无尽的活跃粉丝。 每一个都让人眼红。 据说是一位当红小鲜肉, 托公司高层联系了郑小龙, 想要降低片酬, 抢胡肖战在藏海的拍摄。 后来郑导说, 要不是看在肖战的面子上, 他就不会再拍戏了, 所以也就放弃了。 也怪不得那些明星的粉丝们, 都在嘲讽肖战。 在这一次的评选中, 肖战占据了6成以上的票数。 也有人将2020年度的数字与今年比较, 肖战所占的比例与往年基本持平, 但是却有所下滑。 谁也没有想到, 肖战竟然还能继续往上冲, 一下子就超过了7成, 甚至超过了8成。 这是何等的孤独? 当其他家族都在为自己的家族而努力的时候, 肖战却是站在巅峰, 欣赏着这一幕独有的美景。 或许,天下无敌并不孤单, 但也要有实力才行。 肖战,实力派艺人的崛起与中医信仰。 肖战,如雷贯耳的名字,横扫娱乐圈。 在微博世界大会的星光异议盛宴中, 他高居榜首,引起无数关注。 这并非偶然, 而是他多方面的优势在演绎道路上的显著体现。 才华横溢,影响力巅峰认可, 肖战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位巨星的崛起, 更是中国娱乐明星发展趋势的有力注解。 本文将深入分析他的背后因素, 揭示这位巨星是如何在明星云集的盛宴中, 独领风骚,以及他与中国传统文化、 宗教信仰的微妙关系, 为读者揭晓这个引人注目的演绎巨星的内在秘密。 才华横溢的艺人方面,肖战并非一时之选。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参加歌唱比赛, 通过自身的才华和不断的努力,逐渐脱颖而出。 他在演绎圈的成名并非依赖于短暂的火爆, 而是经历了漫长的魔力和积累。 通过参演不同类型的剧目, 他的演技逐渐达到了一流水准, 无论是青春校园剧还是历史剧, 都能够游刃有余的演艺角色, 彰显出他的独特魅力。 在影响力的巅峰认可方面微博世界大会的名单揭晓后, 肖战高居榜首,引发广泛讨论。 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荣誉, 更是对他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认可。 他的第一排名不仅代表着他在演艺界的地位, 更代表着他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这种双重认可,使他在娱乐圈中独具一席之地。 明星云集的盛宴中,肖战不是唯一的亮点。 在微博世界大会中, 陈毅、杨幂、任嘉伦等一众实力派艺人同样榜上有名。 这场盛宴预示着众多明星齐聚一堂, 成为一场星光闪耀的巅峰之夜。 而肖战以第一的身份成为焦点, 再次证明了他在娱乐圈的独特地位。 中国娱乐明星的发展方面, 肖战的成功并非孤立存在。 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观众对艺人的要求不断提高, 明星们必须具备实力和影响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肖战的成功经验可供其他明星参考, 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成功之路。 与学生教育的冲突方面, 肖战的发家史给予学生们有利的启示。 他的成功不是一夜之间取得的, 而是通过漫长的努力和付出。 这为学生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成功需要时间和努力,不可贪求速成。 肖战的成功经历成为一堂生动的教育课程, 鼓励学生们树立远大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关于肖战的宗教信仰,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具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但可以注意到一个人的信仰可能对其成功产生一定的影响。 宗教信仰能够为个体提供内心的慰藉和支持, 使其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更加坚定和有信心。 肖战对中医的信任也为他增添了一层独特的光环。 在某次采访中,他表达了对中医的信心。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理论和实践在肖战看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为他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喜爱。 中国古典武侠剧对肖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这些剧目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 对于肖战在古装剧中的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 要强调的是他的成功并非单一依赖于古典武侠剧, 而是源于他在演绎事业中的努力和付出。 肖战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更是显而易见。 作为一位年轻的艺人, 他展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在公开场合中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积极参与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公益活动, 使他在粉丝中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喜爱。 肖战之所以在娱乐圈中如此引人注目, 既源于其才华横溢的表演实力, 又归功于他在多方面的突出表现, 包括在影响力的巅峰认可中的卓越地位 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 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微妙关系。 这一切共同构筑了肖战独特的艺人形象, 成为中国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 总结肖战的成功因素, 他在娱乐圈的独特地位不仅仅源于其才华和影响力的巅峰认可, 更体现在与中国传统文化、 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微妙关系。 他的成功经验为众多艺人提供了借鉴, 也为中国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深入了解肖战的成功经历, 更好地理解当代娱乐圈的发展脉络。 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 学习他的努力和付出, 树立正确的成功观念。 肖战的光辉成就不仅仅属于他个人, 更是中国娱乐明星发展的一个缩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